实验是检定真理的唯一标准 今集一定要试试这个实验 昨晚说第六节我和阿东在歌再舞 阿东只不过是拿一部吉他出来 不断弹鼓弹鼓弹 竟然被人跌 YouTuber detect 到我们 说我们是侵犯了别人的版权 昨天第六节 未有到电子琴 吉他数码 这样将我们昨天第六节的利润 是有的 因为我们是利润 就分了给版权拥有者 那就糟糕了 我们一直以为不唱卡都可以了 当然老实说 我希望大家合作 但我觉得这是很难的 因为我常常想大家赞我们二台 一台叫你多个赞都这么想 你看二台那些二台刚刚上了人 我们在二台就直接玩不凝理 整二台的铃铛给你们看看 不凝理 OK 所以现在你们除了一台之外 躲起二台之后 做完节目真有信心 是 如果我们有数量人数 我们在二台可以做音乐节目 嗯 OK 究竟怎样做呢 我们也要想 这个节目究竟会怎样做 例如我们明晚 就是我们后晚 这个名字好啊 一个叫做劲碑金曲 我觉得是一般的 一个叫做劲科金曲 就是科水的科 劲科金曲 这个也可以想想 这个可以成立的 我们星期五就会在第六节试 当年第六节可能做两三个小时 看一节五节就短一点 但是总的日后会独立成为节目的 那你怎样呢 是不是可以为一个节目 可以成为一个频道 禁止呢 为一个未必收到费的节目 是吧 所以是很困苦的 但是 为什么说实验是减定真理的 唯一标准呢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这样 我来那么远 当然不是太远的 不是so chord 不是so chord 他在这里弹吉他 但是吉他的音律 音效 难道就是跟他一样 嗯 是吧 但是很多人在网上是在做这件事的 在网上 是吧 有keyboard 甚至是full band 为什么那些又可以呢 所以 我们现在唯有 我试试了 我们再唱一次 我们昨天唱了两个歌 是 一首是《风》继续吹 一首是《一生中最爱》 我们只能试试再唱一次 但今晚他又会不扣我们好 是不是真的那只吉他那么重要呢 我真的想知道 嗯 如果痴痴定某日 终于可等到 一生中最爱 谁看以你我者 断情会会碰相皂 意外不清楚 未来 明天 distract 我选 缺乱 我心中所爱 梅田阳孤單寒海 宁愿一生都不说话 都不想说假说话欺骗你 忍不住愈快愈快 我想听我 Porter 你以算你的意思 距離無言地愛 我偏不敢說 說一句 想跟你一起 原來這個道罪 如真 如假 如可分身飾演自己 會將心中的渾柔獻出及你為由的知己 如癡 如追 還貨你總珍惜自己 由天至此憤離我都想你 我最想你 昨天我們也是唱一段的 然後我們又唱了半首《風紀》繼續吹 你不忘記了怎麼唱第一句 我勸你早點歸去 你說你不想歸去 只叫我抱著你 遊遊海風 輕輕吹冷卻了野火堆 我看見上心的你 你說你怎捨得去 哭泰也絕美 如何只好 只得興吻你發變雙風 繼續吹 其實我很害怕 今晚都會被人滑 因為他不激動我去唱腔 和張國榮和譚慧倫是這麼似 他分不了 所以就會被人分開來人 被張國榮和譚慧倫分開來人 心裡亦渴望 希望留下 滿著你 過去多少快樂記憶 何況與你 一起去追 遙長憂鬱苦痛世去 有情物以我願記取 要強引微情淚 微虛他向下垂 受疑所未透睡 別離類始終要下垂 好 我看看今晚他能否聽到我們 如果這樣 今晚應該不行 我們過去這麼多次 是 但昨晚我真的好奇怪 為何我結他數幾天會糟糕呢 如果這樣糟糕 我們後天真的不肯弄 嗯 幸好是那一節 本來我們星期五個節目 本來由第一節唱到六節 是 現在唯有要分節 最終我們一節 沒有理由要全虧 五、六節 大家不要只是給手指 大家可以給錢